Hello大家好我是胡小勺 感恩老朋友每天都来看我 给我点赞 同时呢也欢迎我们今天加入的新朋友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个一起做衣服的大家庭 如果说你一点基础都没有的话 那么小勺建议你从我的第一个视频 慢慢的开始学习 基础的课程全部都在前面哦 今天我们要讲一条小礼服款式的连衣裙 这一款裙子前几天发布的时候呢 就被大家给盯上了 一直都要小时候去讲一下这个版 那么顺应大家的要求 我们今天就开始学习这一款裙子的版 今天呢我们还是从后片开始讲起 先来仔细的看一下这款裙子 后片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它呢是一个大V里的防护背 也是V字形的 后背呢有这个阴晴拉链 一起来到这个头盔这个地方 它这个地方非常的收腰 所以这个后背这个地方 我们有收后背缝 这个地方呢同时也收了腰绳 底下的裙子大家没有看到绳 是不是就没有收绳的 底下这个裙子它是转到哪里去了 转到我们底下的裙摆 转到底下的裙摆去了 所以呢今天不光要给大家去讲这个裙子的版 还会给大家去讲这个转绳以及棒量 我们先来设立这个打板的尺寸 整个裙子的长度 118厘米 胸围 胸围很小哦 84的基础上只加了2厘米 因为这个雪纺它是有一定弹力的 所以打的是86厘米 肩宽 肩宽打的是37厘米 上平线 上平线 下半线 胸围线呢 我们是从上平线 向下测量一个24厘米 然后呢 我们从上平线 向下测量38 打到腰围的这个腰结的分割线 腰围线 向下一个18厘米 这个呢 是同围线 后片的宽度 我们打二分支 胸围21.5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后片打小一点 前片打大一点点啊 如果是胸部比较丰满的 我们可以把前后的这个比例 调节一下 圆形领宽 后片的圆形领宽 7.5 肩斜是从这个点 向后测量15厘米 向下一个5厘米 做一条垂直线 然后连接这两个点 这个就是我们打的肩斜线 长到肩斜的二分之一 18.5 二分之肩斜啊 18.5 这个领呢 我们要给它开宽 一个5厘米 后背是一个V字形的啊 连接到哪里呢 直接连到我们这个 周围线这个点子里 然后我们来画旋这个后锈骨线 我们后背装拉链的 所以呢 这个后背这个地方我们要收一个后背笋啊 这个地方收一个0.5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呢 我们直接收到底啊 直接收到底 收一个0.5 厕缝我们收一个1厘米 同围我们放一个1.5 100呢 我们直接放出去一个6.5好了 好 我们再重新划算整个这个厕缝线啊 先往腰里面收 红围这边我们再画出去 然后啊 直接给它画到底 同样的啊 我们找到整个底板的1分之1的位置 然后和这个侧缝我们保持一个垂直 就是一个直角啊 就意思是这里是一个直角 然后我们再来画顺整个底板啊 让它成一条平顺的弧线啊 这个呢 我们还要收一个腰审 找到这一段的啊 收了两边审的这个腰围的1分之1啊 这个呢 我们从腰围线向下一个14厘米 这个叫什么位置呢 胸围线向上一个2.5到3厘米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腰审 审说多少呢 整个收到2.5一边1.25 收多少要根据你腿和腰的差距自己去算啊 腰比较丰满的这个地方扫收一点 腰比较细的这里可以多收一点点啊 它还需要什么呢 就是这个腰这个地方分割了之后 这个裙子的下片呢 我们是没有绳的 那么这个绳我们把它做到哪里去呢 做到这里来啊 直接把这剪开之后给它合并 合并了之后底下的这个裙摆就给它张开了啊 然后接下来后片我们哪些地方要处理的啊 我做了一个后片的这个小板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沿着这个啊 绳线给它剪下来 然后呢 我们沿着这个地方啊 再把它合并 就是把这个绳 我们给它收掉了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样子 这样子的话 这个裙子的下摆啊 还是不够 那么我们怎么样 再把它展开呢 我再把它剪开啊 沿这个地方剪开 剪到上面就不要剪断了啊 好 剪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们就把底下给它展开 就成这样子的了啊 就成这样子的 那么 底下我们整个裙摆要展开多大的量呢 展开之后加放一个十厘米啊 根据你展开多少个 每一个放多少量啊 那么整个后片的板 我们就讲完了啊 后片呢是两片 今天的板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早上六点钟 我们准时相见 明天要给大家讲这个前片 这条裙子的重点全部在前片哟 拜拜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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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